新媒体探班 那么现在呢 我们有请到了唐嫣老师 来先跟网友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唐嫣 对 这次我看真的是盛装出席 然后这个马上录制就要开始了 能不能先跟大家剧透一下 待会儿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表演 我今天会唱一首歌叫做《我们在一起》 然后是一首非常积极正能量的歌 而且非常的朗朗上口 准备的怎么样了 整个情况 还可以 因为知道您平时可能这个更多是演戏会多一些 对于唱歌这一块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 这样的一些准备工作去做一下 就是唱歌这一块自己不是特别擅长 然后就是但是我会就是会尽全力去唱好 对 因为其实可能大家光听这个歌名 我们在一起 但还不知道他大概想要表达的是一种 什么样的情感或者故事 我觉得它是一首非常有凝聚力的歌曲 它里面的歌词也非常的积极向上 然后就是我们大家都在一起这种感觉 就是非常团结 对 那么我们其实知道这个国庆晚会 它也有非常特别的意义 那对于您来说来参加这个国庆晚会的话 有没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当然 因为我觉得非常荣幸可以来参加国庆晚会 对 那么其实国庆的 这个大家对于它的期待还有就是一个假期 比如说像您的这个国庆假期 一般会去怎么度过呢 就是一般我们没有过庆假期 一般一直都还是在工作 对 我们就是基本上都是在剧组工作中这样去度过 对 那么比如说接下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安排 或者说一些什么样的作品能够跟大家去剧透一下的吗 就是今年内应该会有机会播出我的一部新剧叫做夜云台 然后目前我也正在就是准备进入一部新的作品的拍摄 对 那真的是感觉您的粉丝应该特别心疼 我们一直连假期都要连轴转 我觉得还好其实习惯了 因为充实的话也是就是会让自己的状态更好 对 那么最后因为我们今年这个国庆跟中秋其实是双节就要到了 然后能不能给您的这个粉丝和喜欢您的网友送上一些特别的祝福 好的 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国庆节快乐 好的 谢谢